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来给大家做的是左手边这一块 体格非常巨大的 LSD13号 它是拿的HESPO SS38 下去做一个放大改良的一款产品 那我右手边这个呢 是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做过分享 这一款呢也是一个KO的一个版本 那它是没有放大 只有加了一些合金 那我觉得两者的话呢 是先给你看一下 尺寸的大小是放了足足超过了一倍之上 那具体来讲呢 改在哪些地方的话 我们先从外观来看一下好了 首先的话呢 因为我手上这个呢 是一个侧兵件 据说的话还会有其他的头雕 那我手上这一款呢 是只有这个旧型的头雕 那么它的一个改变的话 主要是这个肩膀的这一块部件 还有小臂的这块部件 整体来说的话呢 原本的模具里头呢 这个背在手臂的后面 这些部件的话呢 大致上呢 是移到了后面 这个肩膀的一个后面 那这样一来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 就是这样把它这个上臂 这两块的部件呢 会加大加粗 感觉身体的比例呢 会更加的壮硕 然后小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雷坠度的话 也会变得更加的少一点点 造型来讲的话呢 毫无疑问 这个改模呢 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这变形上面呢 也几乎没有任何的难度 摊开 然后旋转而已啊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困难 再来就它那个背包的部分呢 说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可以翻折的一个部件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原来的模具 这个地方 两者可以翻进去 上方这里的造型呢 也做了一些的修改啊 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银色的这个 排气管之类的 那我们一样可以对比到后方啊 这个是原本模具 它这里的话呢 就包覆起来 感觉完整度的话 会更加的精细一点 再来就背包的涂装了啊 这个应该是 不管怎么 不管像不像原本的一个CGI 这肯定是比原来的一个涂装来讲 会好上非常的多 再来是一个改变更多的呢 是腿部的部分 它这个腿的这个油桶呢 变形有改 造型也跟着修正了 然后后方小腿内侧的一个变法呢 也跟原来的一个模具 有一些不太一样 外部的这个 轮胎外面呢 多了这个盖板 然后正面的话呢 这个护角的这个 筋部的这个造型的话呢 也有做一些修正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铁灰色的部件呢 跟原本的这个部件 这个一个是属于一个比较 窄一点 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胖 比较大一些些 整体来说的话 以还原度呢 可以说是这一次LS13号呢 应该是说 他们尽可能的 在原本的模具上呢 把一些还原度呢 给做一些加强 对了 还有这个 大腿内侧这两片啊 这两片也是多出来的一个部件啊 嫌这个两腿中间太开叉的关系吧 这里也加上了新的一个配件 那整体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因为它本身比较重啊 你拿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可能有时候卡的不太紧 这个的话就不要特别去在意了 其他的一个齿轮关节什么的 我们就给各位 做一个展示啊 顺便整个可动说一下吧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往上看 还有一个完全往上看 往下 左背 右边 这个就要按下去 眼珠子呢 会发出光芒 那么有些人会说是眼珠发光 不是整个眼窝发光啊 好吧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的标准了 反正我是觉得能发光 头就很炫了啊 然后胸口的这两个部件呢 并非是透明部件 而是一个黑色压光的一个部件 那这个胸口的话呢 一样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 我们拿个铁 敲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也是铁的铁做的 然后侧边这一带 这一块也是铁做的啊 非常非常扎实 烟囱的话呢 它是可以往后面折啊 但是这个折的话是 应该是在收纳进盒子有影响吧 人形跟车型好像都是 并没有收纳起来的 腰身是可以转动 而且是可以往前面低头看的一个 这里可以分开的一个关节 那这个裙甲的话 也可以往上做一个调整 那可动 对 齿轮关节的话 给各位展示一下啊 这个地方平举 平举也是有齿轮关节的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也可以转动啊 拳头的话也可以转动 拳头的话呢 已经改成了是一个可动手啊 是一个拇指 拇指有这个单独的关节 而且有两处的关节 食指呢 这个中指啊 这个无名指什么的 通通都是有一个独立的关节 全部都是可以分开来做一个活动 然后呢 它的一个掌中心的话呢 是有一个洞的啊 重心有个洞 那这个洞自然按就是握武器了 那武器的话呢 首先是有一把 短腹 而腹罗确实是做的 感觉是稍微有点 短了一点啊 那上面的话 各位看一下 它的造型 这一侧没有螺丝钉 这一侧就有啊 电池从这个地方拆开来看就知道了 从这个地方按下去 它卡住啊 然后这个斧头的发光呢 我觉得是 感觉好像稍稍的弱了一点 尽管换了 我已经换过电池了啊 还是感觉略弱一点点 那你知道它会发光就行了啊 那会发光的斧头 在OP的玩具 可能是比较少见一点啊 比较少见一点这样子 近距离看这个地方 有个锋芒对不对 感觉还是挺帅的啊 这个 这个能发光的斧头就是不多啊 另外就是一把 这个 大枪 这个大枪的话是没有其他的涂装了啊 那这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要收进去的 收进去的时候呢 要抠出来的话呢 还有一点那个 稍微不是那么样顺手啊 那它也是有一个发光的一个装置 从开关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按下去 OK 会有一个发光 这个枪的一个光芒的话 就比较强一点点 对着自己脑袋开枪吧 然后这个配件的话就是这两样啊 正式大货会有哪些配件 其实我没有那么清楚啊 你们可能给我到时候再去follow吧 那看一下腹部的这个涂装 也是分色分的比较多的啊 红色的一个 呃 外甲壳内部是铁灰色 还有一些护具之类护甲的啊 后面 然后脚的话呢 可动的话就是 也是 没有被省略掉啊 前后踢 往后踢的话 这个地方 会去干涉到 侧踢 也是有齿针关节的啊 但这个虽然有齿针关节 但因为比较这个腿的一个核心部件 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有些这个伸不住的话 也就不要特别在意了 然后这个地方脚 这个地方动 OK 有一个过度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脚踝的话呢 是变形的话呢 有改的比较多 那这个整个脚底板的话呢 是几乎都是铁的啊 只有这一块是塑胶啊 变形的时候呢 会需要用到塑胶韧性 其他的话呢 就是整个包覆的话呢 也是比较延时一点啊 他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扣起来之后 这几个地方的部件呢 都有做一些修改啊 包括这个部件可以翻转 油桶啊 这些这块部件也可以翻转 然后到时候变形的时候呢 各位就知道了啊 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只能还是 我觉得其实这 这个该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有点陈枪烂掉了啊 就是说做这些KO放大的玩具呢 你就是 你就摆着的话呢 它就是气势就是很 很很强大 那说 你说这种东西支持不支持呢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标 我不会给你答案的 你自己喜欢你就买吧 那这说到底的话 就很多很多东西了啊 就追根就里就是 它就是 给你感觉看来 就是好像 你就是你这样子放着 对不对 你说 你说正常理性的人 你说它会挑哪一个呢 这个 这个对不对 是不好说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款S13的变形过程 因为它体型比较大 我们先让它躺下来 我们先从腿部来做一个开始 因为腿部的结构的话呢 变化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的话呢 相信这一期应该可以给大家讲的 应该是会比较详细啊 首先是这两块部件呢 往两侧呢 稍微利用一点塑胶键性 将它翻开 这个部件往下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整个一个腿部的这个地方呢 给做一个解开啊 解开的话呢 之前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变完好了 把这个油桶的话呢 给往前面 钻上去啊 然后这个油桶往外翻 然后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翻转啊 这个地方挺有趣的 我现在要把这块 往上面翻 往上翻的时候呢 是这个地方 有个结合卡扣啊 有个结合卡扣 从这个地方 往外把它给扣开 扣开的话 就结合 你看看这个孔洞 这里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翻上来之后呢 这里有块部件啊 这块部件呢 变成人形的时候的时候 你会忘了把它给提上来 这个是为了丰满 它的一个小腿用的 这个时候把它往下面推下去 这要记住 你看这里有个洞 然后这个把它往上面推 推到刚刚油桶的那个位置 推到这里之后的话呢 这里是侧边 有一个银色 有个凸 对应边有个凹 这样扣上去 对应边上去 然后呢 将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腿的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直了 固定住了 再来这块部件的话呢 往外面翻之后 整个是往上面提 往上提之后呢 这一条部件啊 就是这个连接杆的部分 网路上是有一个测试的一个 确实是韧性是很强的 扰到这么多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 OK好吧 你要用北斗神拳 北斗白猎拳去打它呢 它也是不会坏的 再来我们就把这个腿的话 给转进去啊 转进去的话 基本上是蛮简单的 就是一个 基本上你硬转都没有问题 其实不会坏 因为它整个是金属部件 这就是软的部件 硬的碰软的 当然就是长区植入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转进去之后呢 我就试着去转动它 把它翻到内侧去 怎么转它其实不太会坏 因为你是金属部件啊 碰到软胶 两个 我是不怕你撞 一个是你撞了我不怕 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啊 再来是把到这边的时候 你发现这块部件挡住你 把它往上面翻 转上去 到这 这个脚的话 就整个是收到内侧去了 再来我们继续整理 它的大腿的部分 还有两块部件 要做一个整理啊 首先是这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的话 是把它往上面 不对 这一块 大腿内侧 这里有一块部件 是多出来的啊 就是要用来 锋满它的一个大腿 内侧这个部件 一样把它给翻出来 然后呢 翻到这一边 跟这里是有一个 这个 这个部件还记得吗 刚刚我们由下 把它往上转上来 这个凸 它对应内侧的话 会有一个 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在这里 OK 我们要扣它 这个洞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不扣到 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我觉得影响真的不大 OK啊 扣上去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大腿前部 这是大腿的这个前方 这一块部件 利用翻 利用这中间一个双动关节 将它给翻下来啊 到这边 然后这一块蓝色部件呢 可以把它给推下来了啊 这个大腿 到时候就是收成这样 这一侧的腿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算是 结构已经算变完了啊 那么这一侧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变形的更快一些 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了 首先是这个地方 两侧翻开 两侧翻开 这个部件往下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油桶 油箱 打正 然后这个油箱翻出来 做一个反转 这个是原本 Hasbo模具是没有这个的 然后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提 往上提 往上提 整个往上提 这个结构就会整个破坏掉 破坏掉之后的话 这个部件啊 这个部件刚应该是这样子 我刚不小心把它推下来了 反正呢 就是把这个要推下来 然后往上面翻上去 到上面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突破纳的一个结合 将它给扣上去 OK 扣上啊 咬合住了 再来就这个部件啊 这个部件 打开 推到前方去 然后这块部件做一个反转 往上翻 然后这个部件也是一样啊 就转那个特殊角度 就可以把它转进去了啊 我说过了 这一代是没什么问题啊 一个是不怕你撞 一个是你撞了 我也不怕啊 所以基本上都是 毛与盾的对决啊 再来就是这块部件 这个部件啊 这个 这个 刚提过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转下去 转上去之后 这里有一个突破纳的一个结合啊 还是再提一次 这个这个凹跟突没扣到 我觉得影响不大 再来是这个部件 双弹关节把它给推进来 两条腿的话 就到这 这个部件是往上推的啊 到这边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 武器的一个收纳 它的这个枪呢 是可以 完美收纳进它的一个 这个身体的内部的 而且是收得非常的好啊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内侧啊 是有这个 有这个突啊 它这个突就是要扣这个 枪的这个地方 枪的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图啊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转力一下 你看到吗 这个 前面这个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这个看 我是正常操作啊 正常操作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正常的一个结合卡扣啊 应该是 我记得没错 应该是这样扣啊 还是我扣反了呢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 OK 然后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 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到这个地方 都把它给扣进去 这里 好 这个地方 脚底板 两侧 中间做一个集中 然后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有个图跟到那个结合 这里也是一样 拉一下 两侧 去一下 刚一片蓝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呢 提心比较大 稍微用点力啊 整个捏 捏住 那这个它的一个整个后半部呢 就算OK了 那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是这里啊 它是有一个伸缩的啊 伸缩的 在人形下是伸出来 在车型下的话 就是把它给缩进去 两次都给缩进去 然后做一个合并 OK 腿的部分呢 到这就算是完全打工告成了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进行它的一个上半身 上半身的变形 其实跟原本的模具是大同小异啊 反正变化呢 是没有 没有像这个 没有像这个这么多 首先一样是胸口把它给打开 我们要先把这个头的话 一定是要先翻出来嘛 背包的话呢 也要先做一个解放 解放从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的往外拉就可以啊 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先把它翻开 因为它这里呢 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倒勾 倒勾去勾住 勾住这个地方 这个图的 所以是先把它给翻出来 这一侧也是一样 把它翻出来 然后呢 是整个背包就可以往后面拉了 往后面拉下来 整个的话呢 都先把它给放下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个 整个上半身 先做一个旋转啊 做一个旋转 它的这个上半身的旋转呢 比这个HESPO的模具呢 还要再来的简单一点 因为干涉的地方呢 相对来讲 有在减少了 直接的做一个反转啊 非常流畅的 就把它给转过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身体的上半部这个部分 往上面整个提起来 往上面整个提起来啊 不对啊 往上提 要在它之前先把这个轮子给放出来好了 这个轮子放出来的话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地方要提一下 它这个轮子呢 你直接翻 你会发现呢 可能翻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滑槽的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你要把轮子呢 往外面拉出来 才能够往外面 顺利的翻出去啊 这是必要的啊 这个动作请记得做 你看没有 这个轮子在内侧 要先把它给拉到外侧之后 拉到外侧之后 再往外面翻出来 这个这个变形还是OK的 这个时候这块部件 就可以直接的往上面躺平了啊 这样子 OK到这边 其实变形已经也差不多了 在这手臂的变形 是跟原本的模具呢 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只是多了这些包覆的部件呢 是稍微有点位置有点改而已 其实问题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转向它转到侧边 然后这个地方从后面整个解开 然后整个的给它 整个给它做一个 打开的一个动作啊 就看到哪有的翻 你就把它给翻出来啊 难怪看不到怎么办呢 看不到就有摸的啊 对吧 是的 这个翻出去 这里也是一样 将它给翻出来 这个地方 扣的有那么紧吗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主要来讲的话 它是到时候它是一个 要从这个地方转过去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套路啊 这个前面这个胸口 这个可以先扣起来了 然后这个部件也可以先把它给 哦不对 这里扣起来之前呢 我是建议你 在这个时候呢 从这里呢 把这个 银色的这个排气管 把它给抠出来 这里也有一个 这个时候抠是比较好抠了 你这个合并之后 再把它抠出来 可能不太好弄 需要借助工具了 这个地方往上面 这里放下来 最后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合并了啊 这并不困难的往后面推啊 是一样一样的一个变形结构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只是这个部件的话 就往前面转下来 你就会发现这个形状已经是 几乎都是已经出来了 几乎都是已经出来了啊 从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是一样有一个凸 对应那侧有个洞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卡扣 这个地方扣上去 这个手臂的这个面板的部分呢 就差不多都是扣到了啊 嗯哼 那这个头的话呢 是这样子啊 头是打针之后 这个部分跟原本的一个模具 没什么脸啊 这里有一个铺跟铺的一个结合 这里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部分 我们就不特别多讲了 然后这个烟囱啊 记得 啊不是 什么烟囱啊 看着 看着这一张的 这个后刀镜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 也是一样啊 都是这个地方 变形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些烟囱啊 这些部分啊 什么的就是 能翻了就通通把它给翻出来啊 这个 这个 从哪翻 一下子间找不到了是吧 从从从从从什么地方翻啊 这么简单的地方 这么简单的地方 我居然就是卡关了 是什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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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从哪翻啊 啊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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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翻出来了啊 好 整个的给翻正 然后翻到前方去 有时候也是会 锈抖锈抖啊 这个手臂的话 这块记得翻出来之后 转到侧边 到这 这个 这个 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比较粗丸一点啊 那这款的一个质量就是 你可以看我这么这么 这完全完全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啊 不需要特别小心翼翼 不需要特别小心翼翼 直接往上面翻 压下去就可以了啊 这里有个凸跟熬的一个结合 凸跟熬的一个结合 直接就在上方了 那这里的话有一些漆会蹭掉啊 你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 这个 稍微斜一个角度 把它给翻下去 好 登登 最后就是把这个 这里的话记得要 这个两个部件 这里是有多了一个小改变的 这两片部件记得把它给 不好意思啊 刚刚录到一半突然有电话来 把它中断了 这两片部件啊 就是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盖板的部分的上下 是做一个分开 这里上下做一个分开 直接的分到最开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方便我们做这一块 部件的一个反转 如果你没有翻到最开 这里是没有办法反转的 然后呢 再把它给压回去 上下呢 再次的把它给压回去 然后再来这个变法的话 就跟原本的一个模具是一样的啊 就是把这两个 这个凸的部分的斜插进到上方 这里头去 这里进去啊 然后把它给推进去 这个地方的变形是 比较没有什么难度的 那这里的一个卡扣呢 是前后的一个密合 这里也是一样的 前后的一个密合 OK 稍微的去推 挤压一下啊 推挤压一下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要记得啊 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凸的啊 这里 我只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凸 是要扣进 这里面这个洞 可能对焦对的 不是很清楚 这里 反正你就记得 是有一个卡扣要记得扣上去的啊 OK 这样一来的话呢 车子的一个前方呢 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加稳固的一个结合 嗯 好 这里 OK 前后有扣上了 这个部件的腰甲的这个部分呢 倒是很意外啊 就是没有做 没有做什么处理啊 就直接的就是 放在它原本的一个位置上面 并没有做特别的一个变动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一个 呃 这个部件 往前面放 就这个地方 有一个凸 有一个凸 去扣在前方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 有个洞在这里 把两侧都是一样的 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一扣的话呢 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车头的话呢 就不太会往后面过于的倾斜啊 那往前面的话呢 有一个 前方的话呢 是靠在这里面的两个卡扣把它顶住 后方只是有这个部件把它给顶住啊 然后最后就是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烟囱啊 小烟囱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容易就碰到 碰到就 就就就扎进去 扎进去的话呢 就弄不太出来 然后这个后照镜的部分呢 也是 要扣出来也是 对我来讲是 没有指甲的我来讲是 稍微有点困难啊 稍微有点困难 把它给扣出来 OK 两侧都翻出来了啊 后方的烟囱呢 留一下啊 就把它给倒正 然后整理一下吧 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漏了啊 OK 日常漏病也是 狐狐骑射的一个特色嘛 对不对 OK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LS13号呢 这个从 机器人呢 到一台这个 卡车的一个 并行过程 那我们来看到 Ls13的一个载具啊 斧头的话呢 怎么收纳呢 我目前没有想到 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呢 还请不令给我指教 让我分享给其他更多的人知道啊 那么载具的话呢 我初拿到的时候呢 对它的一个滚动性 是感到非常的则则称奇啊 就滚动性很好 而且很安静 它轮胎的话呢 全部都是一个橡胶胎 那这个黑色这个板子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拿起来的 如果你要的话 就是从这个地方 用一挑的话 是可以把它给挑出来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所以它是可以 可以挖出来的啊 OK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胎 都可以 但我个人的话 是想说既然都已经给了 我们就把它给 给附上去吧 那么这个 做了哪一些改模的话 就是首先是烟囱啊 后面的这个 整个后方这个枪的一个收纳方式呢 跟原本的一个 模具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后面车子后方的这个造型呢 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修改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车子前方啊 这个上面的这几根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排气管吧 还是应该是照明灯吧 感觉上面有黄色的涂装 应该是往前面照明 这几个部分的话 是原本模具是完全没有的 再来是透明的一个挡风玻璃呢 变成了是非透明件啊 这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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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一点点 那前方的话 这个原本模具两侧是没有这个灯的啊 但是它反而是多了出来 那么其他细节的话 你可以让这些分布的这些螺丝的 这些分布来 都是有改变到啊 都有改变到 然后后照镜的话呢 变成是可以折进来收纳的 然后车形态侧边的一个分隔线呢 由于有改模的关系呢 自然会不太的一样 那玩具的一个尺寸大小呢 是可以给各位做个对比啊 这个大小是变得非常的多 那主要是这个车子尾部的一个修改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啊 这个地方变得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 大家都知道TW已经或其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第三班公司会做 但以目前推出的来讲的话 这款应该是毫无疑问是做的最 以这个性价比来说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然后我拿出一个Hezbo的一个MP10日版的一个 来对比一下他们两只的一间的一个大小 这个因为我是有MP01啊 但是从来没有把它变形成车子过 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车型 它也是大小是差到非常的多的 那作为一款这个改模放大加合金的作品来讲的话呢 这一款的改变呢 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的修正了这个原本人形下小腿的问题 还有人形车子后方的问题呢 可以说是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了 而且这个改变的部分来讲 在变形的时候呢 并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负担 由于很大的关系 零件也比较粗比较大 变形的时候呢 把玩起来可以说是没有断裂或坏掉的可能 几乎是没有了 几乎是没有了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呃 放大改良的作品啊 这个头部还会发光啊 武器也会发光 这展示性 把玩性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均衡度就是了啊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